我和我老公离婚了 这个人顺忠拿两块银元 你帮我看看 这两块等于值不值无钱 看来你老公 是管银元的搞手 这两块都是凭你如何的好比重 一卖无钱算是贱卖了 因为我对这个银元补图 看上这个银元嘛黑不溜胸的 再讲这个银子嘛也不值钱 所以我也没把它放在眼里 往往这些你瞧不上眼的银元 说不定就会有大的价值 你这两块都是普通年份的北洋龙 二十四年的积极剧 是最早发映了北洋龙 也是我们昌见北洋龙里边的朝起版本 而另外一块是二十六年的龙旺 两块银元相对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春时亮特别烧 黑不溜球其实就是它的褒奖 假设的话没啥影响 我给您说一下吧 我老龙这个人 我们已经生活了五年 离婚之欠 我们的财产都是各顾各的 其实也没有挣多少钱 他这个人没有太多的爱好 就是喜欢买这些乱七八糟的银元 大部分的生活开支都是我做生意 挣钱来威胁的 因为我们在一起五年了也没有要孩子 所以该女儿性格不合适 就直接心意离婚了 要不是他只见我五千块钱的买音院 我也不会顺容拿了这两块银元的 结婚五年来 借了你五千块钱 你还把它放在心上 看来您是对银元整的不动 我给您说一下 五年前其实像这些银元都很便宜 就拿冤大头威力吧 五年间不过才八百块钱左右 这两年最贵了一块 涨到一千五六 现在市场价也在一千二三 像你这两块搞短银元的话 整体最少也是反了一番 所以像你们都离婚了 再拿出来边线也很不合适 还不如直接给他要五千块钱来 五千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给他要 这不是小长离婚了吗 我还可以急做朋友 我不卖这银元吧 我洗了又过意不去 因为你对银元不动 银元价值高底 可不让银价来算了 像你前老公卖了这银元 这都不是偏一货 拿这个二十六年北洋龙为例 无钱只能卖他的弟弟 像二十九年 三十四年这样状态的随便悬 而您的这个乳的是皮贺 虽然说没给粉 但是你可以细看一下 比面状态 这个低八都是遗留的 一般像这种春时亮烧的龙样 无丑无伤 就意味着能卖一个好价钱 先来看他的中心 曼文这个地方 这是全审达 再来看他的龙令 一般这个龙令 墨孙烧的话 价格都可以 你这个墨孙既烧 毕竟也是六同过的医院 VF92和明天就是皮贺 烟评了 金平母钱 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 能给到你三万大吉 我要无钱 你给我三四万 对 这个是我听错了吗 没有 还是你故意拿我看你呢 你完全没有听错 这音乐都这么值钱了吗 你给我更不会忽悠你 音乐能知多少钱 万卷是要看他的搬喝洗油量 而您的这两块都是好比重 26年毕竟是龙旺 所以卖个大吉万太正常了 再来看你另外一块 24年的积极剧 像您描述的黑不溜求 其实就是他的保奖 一般像这种保奖算不上黑 这种是将材保奖 在音乐保奖那边 输于千里最大的 24年积极剧 法院年份更烧一些 流筒时间更长一些 村市量相对更烧一些 豪评价格也不多 您看您这个 除了保奖豪之外 闭面状态也是无可调递 虽然说闭面稍微有一些流筒痕迹 但是整体而言 对吧 在这放着呢 XF45的状态 能给到您一万无 没啥问题 看来我只是太小看这些音乐了 我还以为几百万钱一块呢 没想到竟然几万块钱一块 您确实太小看这些音乐了 几百万块钱一块的音乐 取之可疏 像您老公只说一爱好玩音乐 手里边肯定没有偏移货 因为一旦玩这种搞短币之后 那些偏移音乐 根本就看不上了 我只是长见识了 这李伟那时候 他竟然对我不坑不喊的 没想到 他拿着一百多块的音乐 脱脱了几百万 一百多块的话 确实是不可消去 如果都是这样的比重 确实能卖个一二百万 懂于您还拿回去 机关关键的音乐不是您的 我们也没法挥手 那算了 我还是让大家问清楚吧 我到位下车训绕你 我再找你 好嘞 谢谢你老板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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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